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只好先等 因为最近科威特情势很乱 有人说延到六月份 也有人说要停办 究竟科威特要怎么做 我们全部都还不是很清楚 因为一直等不到第七届亚太听障运动会主办国的公文 负责台湾参赛事宜以及选手培训的听障者运动协会 在三号正式发出公文 停止所有筹备以及集训工作 科威特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公文给我们 我们全部都是听别人说 那么应该相信 还是不相信 也不清楚 那么赛会会不会延期 那只好先停止之前的准备工作 等到正式公文再开始正常准备 根据台湾驻科威特代表处的了解 是因为科威特内阁总词 元首沙巴赫亲王宣布解散国会 依照规定要两个月后才能够举行国会大选 但不少候选人偷跑进行竞选活动 而遭到警方驱离或是逮捕 政局变得不稳定 所以才会突然在赛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临时将比赛延到六月 而且到现在还没有用正式公文对外公布 听协积极的联络也得不到回应 所以只能暂停所有准备工作 听障体协将这次比赛视为2009台北听奥前 增加选手国际比赛经验的好机会 精选出42位选手来参赛 从去年6月投入筹备 虽然体委会补助500万 但根本不够 听协还要自筹300万 所以尽管培训环境比不上一般运动员 不过选手和教练都能够共体时间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为了就是要拿到金牌为国灯光 如今临时喊咖 听协损失约200万元 而这是算得出来的 算不出来的是选手的心理 一下子说不用 他们就得回去原来的地方 可能这样造成他们 不管是他们 我刚才讲说生理 心理各方面都不是很好 或者他们技术上的提升 有中断 不过不能如其出国比赛 选手和教练都可以体谅 因为问题不在台湾 现在就等亚太听障运动联盟主席陈志和 亲自前往科威特进行了解之后 再做最后决定 记者程秀林 黄宝彤 台北报道 为了要参加这次亚太听障运动会 各项选手和教练早就已经将工作 或者是学业摆在一旁 专心参加集训 尽管训练场地不尽理想 但是他们还是咬牙苦撑 如今突然宣布延期影响有多大 我们一起来听听桌球代表队的心声 这一次的希望可能是我这一生的最后一次 如果科威特不能去 我真的感觉到很伤心 真的没有机会了 三年前64岁的张曾雄和当年17岁的杨荣忠 搭档赢得05年墨尔本听奥 桌球男子组团体金牌 当时他是场上年纪最大的选手 而这一次在入选科威特亚太听障运动会 桌球队的代表年龄同样称霸 67岁的张曾雄把科威特一行当成是 他最后一次国际比赛的机会 现在不能成行 难掩失望 而当年另一位搭档杨荣忠 则是凭心看待这一件事情 而提到培训环境 话不多的他感触良多 选手承担的不只是集训设备不够好 还有人为了比赛 可能牺牲掉的是他们的未来 在05年墨尔本桌球项目 个人拿下三面金牌的温志炫 本来今年应该要好好写硕士论文 准备考老师 为他的将来做准备 因为要参赛全先把一边 现在比赛延后了 他也很无奈 让选手有好的诚信力 一定要提供他有个好的保障 就是让他不用去担心说 以后将来就业的问题 对你现在会很担心 当然一定会很担心 为了比赛不止选手全力以赴 教练更是请郎相授 培训经费不足就自己贴钱 我的职位是代课老师 我来这边 可是我学校那些钱都是要自己拿出来 再去请老师来上课 对啊好不容易就是接受了 结果现在又要这样突然回去 所以其实我觉得 可能听人跟听藏的人来说 当然受的大约有落差 选手教练的努力 为了就是要用运动实力赢得奖牌 为国争光 让大家肯定听藏者的运动表现 只是这一份努力 台湾社会看到了吗 政府听见了吗 记者程秀林黄宝彤 高雄报导 开口微笑举手欢迎 2009听藏奥运在台北 我是小叔 我是五龙 动动双手 大家一起来学国际首语 五龙一般听人的运动比赛 像是赛跑游泳篮球 都是用鸣枪哨音或者是喇叭之类声响 发令开始起跑或动作 我们龙人的运动比赛怎么办呢 听藏运动比赛因为选手听不见 必须用视觉性辅助器材 像是闪光 像是灯光或旗帜等等互同的设计 哦 那选手一旦表现优异或夺得奖牌 观众要鼓励加油的方式也就不同了哦 是啊 我们听藏朋友的鼓励方式 就是要用双手表现无声的掌声 用双手 哦 我知道了 无声的掌声 国际首语要怎么比呢 哦 这样比啊 这样啊 哦 台湾首语鼓掌 国际首语的鼓掌 国际首语轻松鼻 听藏奥运就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文章